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当然有台湾的伙伴 有越南泰国 还有缅甸 还有其他国家的伙伴 一起来参加 而且今天我们有很多 重量级的贵宾 一起来参加 我们的几个越南台商 或者是缅甸台商 或者是泰国台商总会的会长通 也都会上线 所以很感谢大家 大家都要照顾健康的 这很重要 而且我们今天很开心 我们有邀请到 我们的蔡院长 因为她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对线癌的患者 可是因为她比我严重 但是院长很厉害 她就是有一套 她自己的养生办法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她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些经验 在活动开始之前 我们很开心 我们可以请大使 也是我们现在的乔委员长 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大使 蔡松燕院长 还有我们高晓宁博士 以及我们在场的所有的 我们的侨胞 还有我们贵宾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我们非常高兴 那么张华基督教育院呢 能够在疫情期间 还能够举办这样研讨会 针对我们所有的台侨胞 她的一个身体健康 特别是养生调理 这一方面能够在家里 能够自身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安全 我们的健康 所以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讲座 那这非常感谢 因为张华基督教育院呢 它是负责泰国一国一中心的 这个负责医院 在过去呢 在泰国有很多讲座 那普受泰国我们这些台侨胞的 这个欢迎 那我想过去呢 包括中医 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导管 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免疫 各方面的这个 讲座相当多 那这一次呢 特别因为疫情的影响 没法到泰国 所以透过视讯的方式呢 我想能够来提供 更多我们侨胞的服务 那过去我常讲说 健康是一 其他是零 那特别在现在 这个疫情在发生的阶段 能够再请我们张华基督教育院 来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讲座呢 我相信对所有的这个乡亲呢 都是相当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知道蔡院长 在这方面是一个权威 那特别是刚刚我们高晓林博士提到说 蔡院长能够自身保养这么好 真的是以身作折 所以如何把你的这个经验 跟你的专业的知识 这样的一个这个能量 能够移转给我们所有台桥商 我们的侨胞 来这个参考 我现在就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侨胞 要经营事业 没有后顾之忧 那么包括家庭方面的和谐 各个我们成员 家庭成员的一个健康的维护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再次的感谢张华基督教育院 愿意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时机的时候 能够办理这么重要的一个讲座 那我们希望重生做起 养生调理 能够为我们身体健康度过这个疫情 做好最好的准备 再次感谢我们蔡松叶院长 那么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谢谢 谢谢大使 非常感谢 然后呢 我们今天有我们的蔡大姐在线上 真是超级超级开心的 我们越南的这个台桑总会的荣誉总会长 她也是 之前是乔委员 可是她现在当然是卸任 可是我觉得我们每次张机回娘家的时候 杨大姐都帮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忙 然后今天很难得邀请到杨大姐 也来帮我们致辞讲话 大姐 大姐你有听着我在说话吗 是我听到了 你们听到没 有很清楚 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越南台商总会荣誉总会长 继现任的侨务咨询委员杨玉凤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 共同在这里聆听 彰化基督教医院 国际癌症康复医院 我们蔡松岳院长所分享的 心转病治愈 养生 调理好毅力的台商健康讲座 同时呢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 向我的新任长官 乔务委员会的同志愿委员长 表达我的敬意 还有我们泰国台商总会的 刘树天荣誉总会长 缅甸台商总会的 何庭贵总会长 我们平阳三会的蔡文瑞荣誉会长 张基这个蔡松岳院长 张基同仁 我们各位台商先进 那么 义凤在这里向大家表达 我最真诚的问候何自意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特别保重 那么有一句话 叫做凡事欲择利 换句话说 就是做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预先有做准备 那么成功的激励呢 一定是会更高 佛家有说 菩萨未因 众生未果 那我想大家都明白 菩萨是大智慧者 所以呢 一定要将源头的开始 预先做好处理 那么最后的结果 也才会是良好的 但是我们一般人通常 是在产生不好的结果之后呢 才会去检讨那些原因 那似乎是有一些太晚 就好像我们都是生产制造业者 但我们要生产投入的原料 没有事先经过筛选 将优良的品质提出来的话 我们要生产出优良的产品 是有些困难的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呢 以一个医学的角度来讲 那么应该是说预防 剩余治疗 我们人是吃五股杂粮 工作压力很大 事情也非常繁多 所以我们的生病 甚至这个重症患者 现在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如果我们在平死的时候呢 就会有建立起 预防生病的观念 同时呢 落实去准备 这个预防的工作 那么对于我们健康的照护 一定是帮助非常良大的 张鸡在每一年的四月份 清明节的前后 都会举办越南台商回娘家 和台商聚餐和叙旧 同时也会另外 为台商提供一份 优惠的健康健检专案 那我之前呢 就是在参加台商健检的 专案当中呢 就检查出了胃部 患有优门感菌 和大肠息肉的这个症状 那原本在我还没有去 健康检查之前呢 我在刷牙的时候呢 牙龈总是会流血 那个时候我是想说 应该去看看牙医师 可是后来行程调整之后 我还是选择 先去张鸡做健检 那这个健检的报告 很快就出来了 所以呢 张鸡的医师是有建议 要专心的先治疗 胃部的优门感菌 时间是一个星期 然后呢 在安排做鸡肉的切除 所以我吃了优门感菌的药呢 在两天之后 很神奇的是 我的牙龈它就不再出血了 所以呢 后来牙医师有告诉我 我们身体的病菌呢 有可能跑到心脏 造成脆死的案例 而我这个是睡觉的时候 病菌跑到口腔来 所以才会导致这个牙龈的出血 在吃药一个星期之后呢 我再去复检 胃部的病菌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一直到今天 我的胃部都很好 牙龈也不曾再出过血 继续呢 接着就是安排这个鸡肉的切除 原本我是对这个手术呢 心里一直非常的 忐忑不安 可是呢 真正在处理的时间呢 却是很短 我好像睡了一觉一样 没有任何身体部位 有任何不舒适的感觉 完全都没有 一直到现在呢 我都还很好奇 医师是怎么做到这样 无痛的切除手术 所以呢 在我个人的经历 以上的事情之后呢 让我对于健检非常的推崇 因此我个人建议大家 鼓励大家 可以投资一些时间 和这个资金 在精密健康检查上面 如果我们发现有任何问题 应该要马上 及时的去解除它 我们自己的健康 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那么今天蔡松月院长的分享 它涵盖的层面很广泛 但是我看哈 执行起来也是会非常容易的 只要我们能够多爱自己 每日坚持执行一点点 渐渐的累积起来的成果 应该是会带给我们身心灵的 健康很好的效益 所以呢 待会就请大家 要用心专心 我们来听取蔡院长的分享 最后在这里 祝大家身体健康 收获满满 感谢各位 谢谢大姐的鼓励 跟她的亲身经验的分享 好 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现在要把时间交给蔡院长 来做她的今天的主要的 PPT的分享 蔡院长 好 董大使杨会长 还有陆续会进场的刘会长 何会长 郑总监 以及各位台胞 侨胞 台商的领导 侨胞的领导 大家好 今天我用大概20分到30分钟的时间 很简短的跟大家介绍 如何养生条理来提高免疫力 那我本身呢 是在临床上是神经科医师 环境职业医学的医师 是重症医学的医师 也是从事环境毒物的研究 公共卫生的研究 那本身因为我自己 曾经罹患癌症 在2014年罹患癌症 在短短一年内复发 后来因为没有办法用药物手术 放疗治疗 所以我靠着我自己的自然医学的养生条理 让我自己重获健康 那所以我很愿意在这边分享 我如何透过养生条理 让我的癌症自己可以痊愈 那我的著作里面呢 提到了就是六维一心的疗法 这六维一心就是六个维度 包括主流医学 营养 活动 输压 排毒 灵性提升 那中间有一个心 就是代表我们要有改变的心 那这一切呢 我想要从新冠病毒 大家看了这个照片 应该在媒体上面 应该看到非常的多 那我们现在也因为疫情期间 所有的经济活动 所有国际上的一些 任何的一些经贸都受到影响 不过这段时间也许就是刚好 我们开始来注重我们自己身体的时候 那新冠病毒的这个影响 让大家最担心 就是因为它的高传播力 跟它的高致死率 那我们来看看 这张 简报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在SARS 当时的SARS呢 它的死亡率是10% 那我们平常的流行性感冒呢 大概它的死亡率大概是1% 那我们来看看新冠病毒的状况呢 新冠病毒呢 这是中国大陆 他们最近整理的资料 也就是说 一年年别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年纪很轻 在40岁以下 基本上 你的致死率基本上跟 流行性感冒的差异不是太大 就是0.1%跟0.2%的差异 就是1000人 大概只有一个人到两个人 会发生致命性的一个结果 可是随着年龄变大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 很明显的增加 尤其是你到了70岁以上 可能你的致死率 就加近8到10几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年龄是影响你的 新冠病毒的预后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但是年龄没有办法改 其他我们有什么 可以努力的空间呢 这是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分析结果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潜在的身体状况 比如说你有心血管疾病 你有糖尿病 你有慢性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有高血压 甚至是癌症 事实上 你的致死率 死亡率都相当的高 所以也代表这些 我们目前一般人 在所谓的潜在 或者实质的慢性病 事实上是让你的免疫力降低 也是让新冠病毒 可以来攻击你的机会 所以我们重要的还是回到 调整我们本身原来的一个 基本的身体状况 是不是有慢性病 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有没有一些潜在的 其他的状况 那所以我就提出了 根据我自己 从一个癌症个案的 一个调理经验来分享 那我的六维心 本身有提到主流医学 可是我们今天是在台养生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 五维心的一个菜式养生法 其中呢 提到的是营养 输压活动 排毒 铃声跟中间的这个心 那我们来谈谈营养 那这是一个最近最新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 也就是说当你的维他命D的含量不足的个案呢 你较容易感染 而且死于武汉肺炎 也就是所谓的新冠肺炎 那所以就让我们知道营养事实上是提升免疫力 让你身体可以来对抗或者免于新冠病毒感染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癌症的个案 这是我自己的辅导的个案 我随便找了五位个案来做测试 结果发觉他们的维他命D的含量呢 比我们正常的建议值大概少了42% 也就将近少了四成 所以代表就是说 平常如果你没有去注意你的营养状态 事实上这次的新冠病毒可能造成你比较不好的预后 那比如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54岁男性的肺癌四起的个案 我们去分析他身体的营养状态 发觉说他已经经过半年调理 可是他的维他命A 他的玉米黄素 他的维他命E还是普遍不足 代表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大部分有潜在的营养不良的状态 也就是营养失衡 那我们现代人大部分看起来白白胖胖的 大概都会有体重过重或微重的现象 可是事实上这里面我们重要的营养素可能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怎样透过营养来调理呢 简单的这张表格就是让大家很快速的来浏览 那因为字体较小 我们就一一总共归纳成七项 那我们先看第一项 第一项就是减少碳水化物的摄取 也就是主食 米麦 黄豆等等 我们尽量建议吃全骨类 不要吃白米白面 那过甜的水果 甜点点心要着量 因为我们现在的压力大 大部分靠着碳水化物来补充我们及时的能量 可是因为暴饮暴食的关系 常常会造成短时间摄取过多 而让这些过多碳水化物变成脂肪 那脂肪会刺激我们的细胞变异的生长 会走向可能会有癌症 或者甚至其他的心血管慢性病等 再来呢 我们需要增加好的油脂 那所谓好的油脂就是 以植物油来说呢 大概就是像橄榄油 养麻仁子油 苦茶油等等 前者不要不耐高温 所以如果你要煎炸 这些高温的 一定要用使用苦茶油 那当然平时你可以吃一些坚果 像核桃 夏威夷豆 松子 杏仁 南瓜籽 或者像酪梨这个水果 它本身油脂也很高 那动物性的油脂呢 尽量避免 这个饱和性的脂肪酸 也就是所谓的红肉 猪牛羊这一类 我们尽量是吃深海的鱼 因为基本上它富含Omega 3 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胆固醇 再来就是选购没有农药化肥的新鲜原型的食材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农药的过度使用 那农药本身就是致癌性 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伤害 再来呢 就是补充菇类或者藻类 因为这两类平常我们餐桌上比较少注意 可是实际上这两类就所谓有 它们的成分里面有所谓的多糖体 多糖体常常是我们抗氧化抗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蔬菜应该要有多样性 那尤其是所谓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就是像花椰菜 高丽菜 青花菜等等 或者像葱鼠 葱鼠就是例如大蒜 青葱 洋葱 这种有磷状的这些植物 这些都是属于抗癌 抗氧化 对身体的血管清除的这个硬化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性 再来呢 益生菌的食物呢 包括纳豆 味噌汤 泡菜 发酵的一个乳制品 例如优格 乳酪 这些都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环境因素 我们的肠道菌 体内的好菌 比如说乳酸菌 比非特殖菌都相对不足 所以透过这些富含益生菌的食物 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 那肠道是我们很重要的免疫器官 那它里面有非常多淋巴结要透过我们的益生菌来改善它的免疫状况 那最后一项就是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补充额外的这些抗生素 矿物质还有植化素 当然这可以透过检测 或是跟专业的营养师来做评估之后 再依你的健康状况来做调理 第二项我们谈到的就是活动 也就是运动 那根据研究呢 总和性以及娱乐性的生理活动可以减少女性20%30%的肺癌风险 男性20%到50%的肺癌风险 而且有所谓的剂量反应效果 意思就是说运动越多 你得到肺癌机会越低 那肺癌目前已经是 我们知道十大死因 在台湾基本上是癌症是第一名 那十大癌症的死因的第一名是肺癌 所以肺癌是目前最受到重视的一个癌症 所以透过养生条理 我们就可以改善它的发生率 同样呢 其他的肿瘤 生理活动也可以明显的降低 包括可以降低61%的乳癌 22%的大肠癌 53%的社会线癌的风险 所以我常说要活就要动 只要你活动活动活着你动 你就会减少这个疾病的风险 甚至不是只有癌症 因为我们的三大疾病里面呢 癌症以外大概就是心血管疾病 包括脑中风心肌梗塞 那这一个大型的一个统计资料呢 收集了88万的参与者 占三项的族群的一个汇总分析 发现本身身体活动呢 它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 死亡率降低35%相当的高 也可以降低全死因 也就是不论任何疾病的死因 可以降低三成以上 所以劝大家就是有空就要多活动 那至于要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这里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活动量 也就是每周至少完成150分钟 中等强度的有氧身体活动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所谓的中等强度 大家不需要用很严格的这个专业的设备来评估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运动会让你血压 血压也不用测 也就是让你心跳加快 可以让你流汗 微喘 这样子的程度 就是中等程度 那时间多久呢 每天至少能够30分钟 但是大家一周七天嘛 也许有时候会稍微有外物 所以我们如果是五天 一周又五天 加起来 撑起来就是150分钟 对很简单 至于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依大家的兴趣时间 我把简单的这个防癌养生的运动 有三部曲 一个部分就是松身拉筋 第二部分叫做动态的运动 第三个部分叫做静态的运动 那我们先谈一下松身拉筋 把你的全身关节转动 拉开你的肌肉跟筋膜 因为医中医的理论 我们的经络都会通过 这些关节筋膜的地方 那所谓的经络不通 全身就是病 所以经络通就是除百病 那这些图示呢 就是很简单的一些 全身筋骨的活动 从头部 从颈部 肩部 走部 到腕部 从你的这个骨盆 到你的髋关节 到膝 到你的 左部 那或者是脊椎 那这些就是一些筋膜拉开的一些活动 那我想这个在网路上 大概大概很容易搜寻到 也就是说 这些可以结合一些 类似瑜伽的运动 或者是一些短 简易的这些体操 或者气功等等的一个结合 像图示的这些都是很容易从网路上可以看到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花太多的时间在这方面的介绍 那我们再回到前面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动态的运动 那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心肺训练 最简单的就是走路 你要再更困难一点 就是慢跑 大概用这样子就够了 事实上你如果能够一天 所谓的一天万步 一天万步大概就是 差不多六公里到七公里的路程 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可以达到心肺功能的训练 或者你对气功 养生有兴趣 你也可以参考 李凤山的平甩功 或者李士诚的掐指甩手功 或者黄建成医师设计的 这个甩手踏步 就在我书里面或网络上 大家只要Google搜寻 都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所以我今天不花太多的时间介绍 只让大家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或者你连场地都不够 那你就是只要站庄 只要站在那里 微蹲半蹲 调整你的呼吸 静心 它事实上也是一种养生运动 好 再来我们谈到的就是输压 那现在的压力都很大 不管是家庭 工作上 或者在整个其他对外的环境上 但是压力难道一定不好吗 事实上从医学研究显示 压力分两种 左边的这一类绿色的叫做良性压力 它是一种挑战 也就是我自己决定 我自己愿意改变 那压力越大呢 事实上它因为挑战 可以让你有成就感 所以我常常喜欢举这个 郭泰明先生来当作案例 他统领这个鸿海百万大军 他的压力应该很大 可是他把他的压力当作一种 成功的一种挑战 所以当他挑战之后呢 他的免疫力反而会更提升 所以你看他的身体也相当的硬朗 另外一部分叫做过度压力 就威胁 就是我觉得我是被迫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免疫系统会降低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研究 我们用了三群老鼠 都给他植入了癌细胞 第一群老鼠没有给他任何刺激 我们可以看到54%的老鼠呢 自动就可以把癌细胞排除 表示说大家 即使有一天不幸得到癌症 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 一半以上你可以调理 我个人就是透过 先主流医学治疗失效之后 我自己完全靠调理 癌细胞就消失了 第二群老鼠呢 如果我给他中部癌细胞 我又给他电刺激 让他身体非常的难过 又是他被迫的 就他身体只有23% 会排除癌细胞 可是第三群老鼠呢 我给他电刺激 但是我给他一个按钮 当这老鼠学会按钮以后呢 反而他可以63% 老鼠自动就把癌细胞 清除恢复健康 他的治愈率反而提升 所以我说这群老鼠就是 郭台铭养的 就是有郭台铭的基因 他有这种挑战 不怕这个压力的一种特质 反而让你的免疫力可以提升 比如说我们压力之下 很多人会互相思考 变成忧郁 所以现在的忧郁症的 广义的忧郁症 事实上现在平均人口是每10人有一人 当然我们不是说到需要吃药程度 可是长期的压力呢 会让你的细胞免疫力降低 会让你容易感染病毒 细菌甚至癌症 所以感染跟癌症基本上是兄弟 所以包括这次的新冠病毒 如果你本身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你也容易感染癌症 同样他另外一种 体液式的免疫力一样 你也可以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 自体免疫疾病 癌症 精神疾病等等 所以我们知道说 我刚才在我的演讲标题叫 心转病之欲 那也就是说心不转呢 那病就一定来了 可以这么说 再来我们提到的是排毒 排毒里面呢 因为整个大环境 因为工业化的关系 现代化呢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污染的来源有空气 有水 有土壤 有各式各样 那比如说以这位54岁的肺癌士奇 我去检测了他心体液中的一个 血液中的毒物的状怀 可以明显看到呢 他体内有拱 有生 有镍 那基本上他是一个一般的上班族 怎么会有这些重金属呢 还包括这个比较少见的毒性物质 那这个就是从我们的空气污染 水污染 透过饮水 透过空气的呼吸 甚至可能因为土壤的飞扬 从飞到空中 你在吸入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环境里面 事实上是可能有毒害的 另外同样这位 另外一位个案呢 我去检测他的体内的这个环境后蒙 可以发觉呢 体内呢 他有一些分类 那这些分类的后蒙 这些是什么 这些所谓的环境后蒙 这些环境后蒙 是透过我们的瓶瓶罐罐来的 我们讲每天使用的这些 清洁剂啊 洗髮精啊 所有的保养品啊 甚至我们用的喝的饮料啊 这些瓶瓶罐罐 这些术化的东西呢 事实上他常常到了体内 经过代谢以后 他产生了一些 有害的环境后蒙 那这些环境后蒙 也是造成我们心血管疾病 造成我们癌症 造成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的状况 所以呢 排毒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所以我们要排毒呢 第一个是避免危害 就是包括空气污染啊 那危害里面包括我们的日常的行为 包括你烟酒 那食品安全 化学用品尽量少 那要有均衡的营养 那刚才提到的规则 且适量的运动 那充足的睡眠 那现在的人因为工作繁忙 那很可能睡眠不足 或者晚睡 尤其是晚睡 在11点以后睡觉 是比较不好的 因为不管中医西医 对中医来讲 根据植物留住 晚上11点到半夜一点 是我们的这个肝胆 在运作 尤其是胆 那1点到3点是肝 这段时间是我们的肝胆 在修复 在排毒最重要的时段 从西的角度 包括我们的骨光肝胎 也是在半夜2点 分泌最多 所以那段时间你不睡觉 你就没办法排毒 清除这些身体有害的物质 让你的免疫系统也降低 那刚才提到输压 因为你的压力大的时候呢 我们的胶板神经会抗进 会分泌这个肋固醇 那肋固醇 P字醇 那P字醇本身就会 去应付疾难 而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 那另外就是 饮用足够 及无毒的 这个有能量的水 所谓有能量的水 意思就是富含矿物质的水 因为矿物质是我们身体运作 非常重要的一些 我所谓的螺丝钉 可是就像一辆汽车 一辆载好的车 比如说你买了一辆 Benz的车 非常高级的车 可是可能因为轮胎的 一个螺丝钉松掉 就让你发生车祸 所以你这辆车即使载好 螺丝钉一个小小螺丝钉 就可能造成你 造成身体非常大的伤害 另外就是适量的阳光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大部分都在室内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农业时代 大家照射阳光的机会很少 阳光里面有非常多的光谱 是针对我们身体的运作 尤其是维他命D的生成 包括可见光 非可见光 比如说远红外线 近红外线 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提升 我们体内能量的一些频谱 但是我们如果不照光 那我们本身都没有办法获得这些能量 也没办法调整身体的状况 所以整个全身的状况 可能就因为这样失去平衡 那再来就提到的是灵性的提升 那灵性的提升 怎么跟我们的免疫力扯上关系呢 上次也是有实证医学的研究 那这实证医学就是 他从这个移转的乳癌的患者 去发现说 如果他的信仰非常坚定的话 他的身体的白血球细胞 那淋巴球细胞 他的辅助性细胞 毒性T细胞都会成正相关 那这些正相关跟他预后有关系吗 接着的一项研究就显示说 这些细胞毒性T细胞 跟他的存活率呈现相关 我们可以从这图表看 但这个有这个细胞免疫 有细胞毒性T细胞的 跟没有的预后 所以意思是说 你的信仰本身 可以帮忙你提升你的免疫力 这也是有实证医学研究的 并不是只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安慰 那我举这个例子呢 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个案 这个个案呢 大家可以看 这个案的名字叫陈哲华 他大概两三个礼拜前跟我联络 他跟我同时间发生了癌症 不过也是在2014年的时候发生 但是那时候他发生的时候呢 主流医学已经放弃他了 主流医学医师告诉他 任何的手术化疗放疗对他都没有效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肝脏 几乎是80%到接近百分之脐90% 全部满满的癌细胞 而且他已经转移到肺 整个肺就像满天星一样 所以主流的医师就告诉他 你可以回家等吧 那因为他在绝望中 他反而从信仰看到希望 所以他透过信仰祷告 经过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胎儿球蛋白从4万降回到正常 甘子素完全恢复正常 本来他有B肝代源 变成完全没有 他的肝脏也恢复了 虽然这边看起来好像有点颜色不太一样 但是他觉得信仰会带给他力量 所以他也没有再做任何的检查 从2014年到今天 已经2020年了 他已然的健在 最近还跟我联络 而且他开始帮忙其他的癌末的病人 最近他有帮忙两个癌末的病人 也成功地让他们脱离 所谓的癌末的状态 又慢慢走向康复 这些都是信仰带来的力量 这也不是我们的目前现代医学 有办法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要相信它的存在 最后谈到的就是这个心 那为什么这个心会摆在中间 因为我的经验里面发觉说 如果我自己不愿意去改变 那我的心为还是一样 那事实上大部分的疾病是因为你的生活形态 你的想法所造成的 所以所谓的万病由心起心转病治愈 我们通常当你发现你遭遇了一个挫折 不管是人生上其他挫折还是疾病 在心理血量通常是我会抗拒 怎么可能是我呢 怎么可能是我得到癌症呢 我平常这么保养身体 怎么可能是我得了新冠病毒 那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就这样子等他呢 但是当你接受这样子的事实呢 你要让自己接受这样的挑战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像郭台铭一样 这对我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觉得我能够胜任这个挑战 而且我实际努力的去做 而且我确实做了 最后你就会成功 让自己重新获得健康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 疾病往往是很多的因素 共同所运作 所作用所引起的 那每位患者呢 当然他的个别原因是不一样 不过我们可以简单的整理 不外乎体质 外在的环境 生活的习惯 内在的心灵失调的一个状况 那体质呢 真正的贡献度 大概在医学上统计 大概只有10%到15% 所以大部分还是因为我们忽视 我们外在环境的状况 没有去采取预防的措施 本身的生活习惯没有去注意 那另外呢 有新生压力的时候 那也没有去适当的调整 所以如果要达到真正的健康 是分为身心灵三个部分 也就是三个心生灵三个部分都健康 才是真正的健康 那透过我所建议的 这五为一心的自我养生的调理呢 它可以提升你整体的免疫力 不单单是应付这次疫情的 这个新冠病毒 它可以让你 也减少你的未来得到 这个心血管疾病 脑中风 或者是甚至癌症 或者其他任何疾病的机会 可以让你延连易受健康到老 那最重要的是要改变 也就是说光说不练是没有用的 最重要是你要落实 你愿意改变 而且你要确实的去执行 那我常常用一句话去调侃 这个或者是勉励我的病人 就是说平时不养 平时不养生 生病就养医师 养医生 所以我们医生的角色 我们尽量是希望 能够在预防的角度 去减少你的疾病 当然在你真正生病的时候 我们也会来帮忙你 可是最重要说 如果你能够透过自己的调理 那当然我们也乐见 每一个民众都健健康康 那以上是我个人得到癌症之后 除了同学之外 再做过自癌医学的健康条理 让我重复健康 那以上是我简单的分享 也希望在场所有聆听的听众 每一个人都延年益寿 健康到老 谢谢 谢谢蔡院长的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也希望说 今天听的我们的这些台商朋友也好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朋友 都可以从院长的经验里面 可以慢慢的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让大家的身体都能够很健康 那我们今天因为有好几位的总会长 都在我们线上 所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这些总会长 对于我们今天的讲题 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 所以首先我们想要邀请 泰国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榮誉总会长 刘会长 来你请问 非常感谢我们泰院长的这个精彩的演讲 对大家的帮助很多 其实张基医院 我们在2018年 我们同志年大使 带了三十几位到张基医院做健康检查 回来以后大家都非常非常满意 后来都有继续在追踪 所以张基说实在 对我们泰国帮助非常非常大 感谢蔡院长这么详细的 这个健康的讲座 那如果有机会 请蔡院长也能够到泰国来 我们也办一个健康讲座 上次来是那个谢明家副院长来办个讲座 这次如果能够荣幸邀请到蔡院长 到泰国来 也跟我们做一个健康讲座 我们一个健康讲座的话 最少都两三百个人来听这个演讲 再次感谢蔡院长的这么精彩的讲座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刘总会长 要有机会我们会安排蔡院长到泰国去 因为现在刚好 我们通通都不能坐飞机 所以就在这一边 那很可惜我们想到今天应该要有更多的 这个我们的台商上线的话 不然的话蔡院长也怎么不用 不然如果有机会 可以邀请蔡院长来去泰国 然后接下来 其实还有缅甸 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 何总会长也在线上 何总会长可以请你说说话吗 好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有很好 来 是 那个蔡院长讲得非常好 然后以前呢 我们就比较没有去注意 听这么精彩的演讲 其实就是心灵啊 还有信仰啊 刚才讲的 身心灵是吧 三种 我觉得蔡院长讲得很好 平时都如果利用的话都很好 就会把身体带到一个很好的状况 那我们一般人都觉得说 自己吃 吃得好啊 这样子 然后保养得好就好 其实 没想到宗教竟然可以 这么大的影响力 本来我们一般都认为说 这个只是一个信仰 没想到对身体是这么大的帮助 听蔡院长这样讲 我们都更有信心 刚才讲一句 平常不养 不养生 生病就养医生 这个是我们一般打高好夫球的人 经常讲 你不打高好夫球 那到时候你就 就准备养 养几位医生 养这个 叫什么 医院 这一次听到蔡医生 蔡院长讲 都觉得更有意思 都讲得很好 谢谢 到时候我们也会跟我们缅甸台商 一起会再分享 希望这个能够把它录音以后 我们再拖到我们的群里面 让大家没有在现场的人 继续去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总会长 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东西 我们都会把它后制 然后变成影片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到时候我再把这些连结 给各位总会长 那总会长可以帮我们传给 对我们就是今天没有办法 很忙的这些台商 他们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联上去听这样子 那谢谢何总会长 那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一起的主办单位 他是佳能国际公司 因为他们也很热心 提供我们一些设备 或者是说 他们也愿意 未来要跟我们一起合作 那今天刚好 他们社会企业责任的这个总监 也在我们线上 那郑总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那如果您现在ready的话 可以请您说说话吗 郑总监 可以可以可以 来谢谢 谢谢那个蔡院长 这么精彩的演说 那我想在场的话 应该还有其他几位 像同大使在吗 同大使在现在 还有那个 玉凤 有有有 也在吧 你好你好 那另外那个 刚刚有讲那个刘会长 对 何会长 还有那个庄医师 各位大家好 那今天我想非常有荣幸 我们参加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的话 其实对我们公司来讲 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就像刚刚主持人在讲说 我们公司的话 现在其实我们在举办 CSR 就是企业的话 除了获利之外的话 事实上 我们也希望可以对这个社会 做一些贡献 那我们以前的话 其实对这一方面的话 都不是非常的热心 应该讲说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样去参加 所以我们在去年举办一个 CSR大会 那这个大会我们邀请大概200位 上市会公司 那这些大老板的话 平常他们在 治理公司 他们也愿意放下时间 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 参加这个会议 那最主要的话 他们希望可以对这个社会 多付出一点 那这个是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其实有很多企业的话 他们也希望可以付出 多一点的心力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有荣幸 去参与这样一个会议 那未来的话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 南向政策这一块 还有包括台湾 或者说像 这个其他国家的话 需要我们帮忙 我觉得我们都会义不容此 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会长 何会长在讲说 跟那个蔡会长 刘会长 在讲说 如果有机会到泰国去的话 那我也邀请各位 会长如果有机会的话 做高铁OK 蔡会长如果做高铁到台北的话 到公司来走一走 我想我们非常欢迎 因为这段时间高铁其实还是安全的 那未来只要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都会 只要提出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都会鼎力向助 所以需要 需要就是各位的话 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 就是告诉我们医生 我们一定会非常乐意去参加 那今天那个院长的话 他用亲身的精力的话 告诉我们其实很多养生的方法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帮助 那我也会把这样的讯息的话 给我们所有亲戚朋友 包括我们自己的客户 让他们多了解这些东西 那我希望嘉人公司在这一块的话 可以提供给这样的一个这个团体的话 更多的帮助 那也谢谢院长今天的演讲 那我大概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谢谢 谢谢总监 我想说我们未来在新南向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其实可以跟嘉人公司合作 对对对 或者很多产品啊 或者是很多你们 我知道你们在推大健康产业的部分 那未来希望有机会 我们可以多多的合作这样 因为在大健康这一部分的话 是公司未来的主力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在台湾的话 除了在台湾之外的话 在其他国家 我们有更多着力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 合作这件事情 好谢谢 好谢谢 非常感谢总监 好那其实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我们的 蔡文芮蔡董还在我们线上 这是很了不起 所以我想要 这次还是要请蔡董讲讲话 虽然我没有事先 我没有事先跟他说 我可以cue他吗 蔡董 OKOK 谢谢 谢谢 今天谢谢张基 为我们办了这么好的一个健康讲座 谢谢蔡院长 这么好的 特别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讲解 会让我们更有这个感觉 那我想养生是刚刚讲养生 讲的活动 讲的这个 五大 这个 心法 那我们应该是要好好的去学习跟落实 刚刚杨大姐也讲了 这个 这个 凡事遇则力 他是刚刚讲的是先准备 那我们后面有个结论就是要去 应该就是要去改变 要去执行 排商在海外 因为交际应酬 都是非常的多 所以经常喝酒 熬夜 这个都是在所难免 不过因为这次 借着疫情的这个期间 让大家也 充足的休息了好一阵子 所以 我想现在大家的健康 应该是都是好转的状态 再次谢谢这个 院长这么好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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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蔡董 这都给他做着 应该人生会变猜 因为你刚才说人生会变欧 现在 我们蔡院长 这个做着了 就可以变猜 继续打拼 好 那我们最后 这一点点时间 我们 还是要邀请我们 就是台湾其实有一个叫做 新南向健康平台 这是台大医生的 一群医生 他们组织的一个平台 然后这个平台 他们常常会帮 在新南向国家打拼的台商 做很多的服务 那所以 我在想要邀请 这个平台的 庄医师 再可以 花一点时间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平台的一些功能 庄医师 嗨 高博士 佟大使好 各位台商好 我是台大医院 在一部的庄佩妮医师 也是新南向人员 健康服务中心的 海外咨询医师 首先先 谢谢高博士的邀请 非常荣幸 可以参加这一场 就是线上的讲座 那相信大家 在疫情期间 也是深感 就是健康的重要性 那我觉得 我不只是 我不只是当来 宣传我们中心的服务 我今天在聆听 这个蔡院长的讲座 我自己也是收获很多 因为最近我在看门诊 真的很多病人在咨询我 到底该怎么提升 这个免疫力 那我觉得今天的演讲 其实就是最好的回答 就连我自己身为医生 也非常认同 蔡氏养生法的这六点 那尤其是对 维他命D的补充 还有这心灵的平衡 特别有共鸣 那刚刚有提到 就是政府不只规划 一国一中心 各自负责 不同在东南亚国家的 医疗发展 那也规划 机关署跟台大医院 成立我们这个新南向人员 健康服务中心 来为新南向往来这些国家的人民 他们的健康来把关 那在这个期间 很多台商都没有办法 回来台湾看诊或就医 还是滞留在海外 那之前一阵子 就是张介高博士 还有驻泰代表处的同大使 跟我们中心 也有在想办法说 要规划这些 还滞留在海外的台商 那也有一些医疗管道 可以咨询 那提供给这些 在海外的国人这样子 所以不管有任何 遇到任何健康问题 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那我们的咨询管道 也会留在 等一下的那个 对话框里面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谢谢高博士 好 谢谢佩妮 最后我们是不是大姐 你再帮我们讲讲话 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大姐 也是 好啊 你要帮我们再讲一句话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会 就可以结束了 那我们只能 期待下一次 有新的这个主题 再来分享 同时呢 因为刚刚讲到的 营养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 因为张基在营养学 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深入 非常专业 怎么样能够制作更深入的一些资讯呢 让我们这个台商来分享 比如说我们 这个维生素D呢 是怎么样去摄取它 那用每一天饮食 毕竟数量是有限的 如何让我们在一周里面 怎么样的去平衡我们的饮食 那张基是不是可以考虑 往这样比较细向跟深入的部分 去着索另外制作一些资讯来分享 嗯 好 谢谢 谢谢大姐 参院长你可以 针对这个问题 给一点回馈吗 好 那我先来先做简单的答复 那维他命D的缺乏 事实上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 那以台湾的国人来讲 大概98%是低于标准值 其中呢 有大概三成是需要到补充的程度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第一个我们现在很少照阳光 那阳光是我们的维他命D 转变成活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要照阳光 那阳光要照多久 每天15分钟大概就够了 也不是要晒成黑妈妈的样子 大家不敢出去见 那第二个呢 食物的摄取呢 这个就要选择 那原则上 如果是以动物性的植物 大概就是深海鱼 深海鱼它的维他命D会比较多 那再来的话 如果是植物性的话呢 像菇类 或者某一些豆科植物 这些也都是维他命D的一些重要来源 那但是如果要详细的讲呢 可能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课程 那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 我先做一点简单的答复 谢谢 谢谢 谢谢蔡院长 谢谢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播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视讯的会议 那我们今天的演讲的过程 会把它后制之后上传到YouTube 我们会再把连结给大家 那大家有空还可以再来听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何会长 我们的大姐 还有刘会长 蔡董 佩妮 还有代表处这些我们的伙伴们 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明星 是蔡学的 拜拜 拜拜 谢谢